我认识到今天出离了 我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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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政治剧情韩剧辅佐官第八章的故事 上一章说道 宋议员终于成为了法务部长官 现在该叫他宋长官了 但他还想当检察厅司长 准备一举成为总统 另一边高助理的死被定性为自杀 善英不信 他交给新来的助理李助理来查询此事 原职觉得赵议员做事这么顺利 背后一定有高人相助 那个高人可能是泰俊 此时 泰俊和善英聚会 然而善英此时已经信不过泰俊了 泰俊向朋友倾诉了自己布的大局 朋友觉得有些危险 此时的泰俊已经掌握了赵议员的命脉 回到本章 宋长官问泰俊最高委情况如何 泰俊回答说 最高委员们之中有几个人最后变心了 自己也无可奈何 宋长官让泰俊去威胁那些人 宋长官认为赵议员拿到总选弓箭权之后 泰俊的中央递减也可能不保 泰俊让宋长官暂时保留检察厅的人事权 宋长官却要一路推下去 要抓紧掌握检察厅的人事权 另外 宋长官知道了善英在推进李议员留下的环保法案 他让泰俊处理掉此事 还名言这些脏事是泰俊胸口能带上张的肥料 不久后 泰俊走出办公室 跟袁指打了个招呼 袁指打电话给中旭 问他是否认识报道政治新闻的金正宇 这时金正宇和尹秘书相遇 他问其检察厅想发起对法务部的攻击的事件 另外询问了李议员的选举资金的事情 善英从李助理处得到了高助理和泰俊见面的视频 他们推断是宋长官演示了这条信息 李助理提议可以找赵议员帮忙 但善英认为没用 因为许检察官只会听司法不明的 李助理提出可以直接找泰俊 此时尹秘书给了泰俊赵议员准备发表的推荐人名单 另外告诉他记者们正在议论李议员的选举资金的事情 泰俊认为宋长官可能还不知道此事 他让尹秘书去查查消息的来源 善英来找泰俊 问高助理死前那晚泰俊是否见过他 是否知道高助理手里有香港的资料 泰俊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善英怀疑他杀了高助理 在高助理死前那晚 他狠狠斥责了泰俊的行为 泰俊辩解说自己现在是有愧于西北市场的商人了 高助理 善英和李议员 但是他很快会让一切恢复原样 但高助理不相信他 还说不会对他的行为做事不理并愤然离去 善英回到办公室 李助理在办公室走来走去 告诉大家法案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要让法案通过 必须把事情闹大 此时善英回到办公室 隐秘书告知泰俊善英得到了他和高助理见面的视频 但泰俊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阻止宋长官掌握检察厅的人事权 李助理想公开视频 善英想起泰俊说的 只要宋长官在位 即使有视频也无法重新立案调查 所以他暂时不打算公开视频 关于环保法案的事情 善英提出要让李代表无法辩驳 而经纪人协会这边打电话过来说善英他们不必去听政会 善英认为是李代表可能施压了 此时电视里播放了经纪人协会 发表反对拖企业后退的政治圈的无差别规章制法 善英想跟李代表硬碰硬 此时隐秘书过来找善英 交给他一份资料 是李常国议员的资料 他告诉善英是泰俊向赵议员提供了这份资料 以后的情况可以拭目以待 另一边 泰俊从资料库提取出一份资料 交给了警方人员 因为宋长官毕竟是在检查厅挺了16年的人 有2000人追随他 好家伙 这是多年时间形成了自己的语意了 宋长官正在跟检查厅内的人一起聚餐 说自己已经忍不住了 要大家成为自己的力量 先是中央地检长 再是总长 然后就是法务部长官之位 他都是在必得 警方人员正警官回到办公室 拿出关于朱进化学公司回扣案的资料 叫经纪二组的负责人来见自己 李助理分析了泰俊的行为 认为他应该跟高助理的死亡案件没有关联 电视里播放了朱进化学案的调查 宋长官和李代表都涉及了此案 善音看出泰俊的目标是宋长官 李助理也看出泰俊在一个一个除掉宋长官的人 但是此举很危险 他们决定趁此机会向李代表发难 一个一个排除嫌疑人 从李代表开始 宋长官的下属向他献实了朱进化学案的调查新闻 泰俊和赵议员碰面 赵议员猜出泰俊最近的行动 他还表示自己会提出中央递检的候选人 让泰俊转告宋长官 泰俊说已经看过赵议员的人选 但觉得并不适合 赵议员告诉泰俊现在要趁飞队委员长名气还在的时候 拿到自己该拿的 泰俊认为即使赵议员在检察厅安插几个他自己的人 宋长官也不会挡他的 泰俊面见宋长官 宋长官问他在警察厅有没有熟人 泰俊回答李永培刑警是自己的后辈 宋长官说知道此人正在受重建 他会让他复职 并让此人帮忙查下警察手上到底拿到什么证据 男主这是左右开工了 左边忽悠忽悠这个 右边忽悠忽悠那个 只希望不要被发现的太早吧 此时的泰俊给宋长官看了赵议员在正义会上的视频 赵议员发表声明 认为检察厅都是宋长官的进程们 需要进行改革 泰俊询问宋长官李代表的事情 宋长官就正好接到李代表的电话 但他挂掉了 泰俊提议把李代表整理掉 但宋长官认为李代表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说话间 李代表来到宋长官处 说自己很焦急 要宋长官驳回查抄令 宋长官想拖延时间 但李代表威胁他自己如果出事 七年前的案件会被重提 驳回查抄令的事情明天就要给他回复 李代表走后 宋长官认为对方太嚣张了 现在居然想到自己头上拉屎 画面一转 李代表坐在汽车内 看着网上的各种关于朱进化学案的新闻 而发出资料的是善英议员事 随后 泰俊告诉尹助理宋长官 准备驳回对李代表的查抄令 与此同时 李助理担心和泰俊共享信息的事 到京江七年前 朱进化学工商案的资料准备得很详细 但此案因为证据不足 对朱进化学没什么大的影响 流出物的成分是商业机密 之所以流出是管理不慎 医生建议书说 被害者和朱进化学的流出物 没有必然关系 而且现在朱进化学可能不再有此流出物 李助理知道 仅凭现在的资料很难煽动媒体 但到京提出 如果是现在的案子呢 他将搜集的资料拿出来 李助理决定亲自确认 泰俊问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病人 到京搜集了退休者的名单 但没有确认患病人数 泰俊决定打电话一一确认 宋长官问吴助理李议员的文件是从哪里来的 吴助理说还在调查中 宋长官警告吴助理如果不好好工作 会被别人抢走饭马 吴助理说自己虽不确定 但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他拿出京记者的报道 说出大概他和尹助理的关系 提出泰俊是否有二心的怀疑 联想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以及泰俊的言辞 引起了宋长官的严重怀疑 他把泰俊送来的花盆打碎 愤怒不已 善英议员是已经得到43名受害者的电话回复 但还不确认出庭作证人数 而李助理那边还没收获 善英说有消息会告诉泰俊 此时 尹助理告知泰俊说议员是来客人了 泰俊发现来人是自己父亲和村里的老人 父亲提出要泰俊带他们逛逛国会 尹助理提出下属人员会带他们去逛 泰俊让父亲带老人们去吃饭 父亲却觉得举行宴会才行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父亲那帮人 吴助理走过来 告诉他宋长官要请他见面 电视里播放了宋长官会对中央递检的39名干部 进行大规模任命的新闻 泰俊意识到宋长官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必须尽快出击 泰俊被吴助理带入宋长官的办公室 宋长官认为自己是收留丧主的泰俊 而泰俊现在却反咬自己了 而泰俊认为法务部长官的位置是自己帮宋长官弄到的 宋长官认为泰俊疯了 莫非想落得跟李议员一样的下场 而泰俊认为宋长官曾是最年轻的地检官 自选国会议员 院内代表 自己会给他添上一条 就是第一个被捕的法务部长官 他打开电视随即李凯 里面正在播放善英的记者发布会 他正在对朱进化学案进行公布 至此 两人又重新撕破脸皮 记者们挤满了宋长官的大门 吴助理奋力把大门带上 善英继续诉说着案情 以及宋长官和李代表的关系 之后宋长官和赵议员会面 让赵议员帮助自己 但赵议员说自己的嘴巴不属于自己 宋长官感慨泰俊下套的不止自己一人 两人这才发现他们都被泰俊算计上了 而我们的男主泰俊此时正在会议上提出进化学案 以及自己对检察厅改革的看法 便是转播了泰俊的言论 而宋老官认为对付泰俊就要拔掉他的牙齿 他想赵议员帮忙 赵议员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两人达成一致引助理接到经纪者的电话 问他知不知道李议员选举资金的事情 检察厅那边怀疑跟泰俊有关 崔检察官负责内查此事 崔检察官说自己很了解泰俊是什么人 从底层爬到现在的位置 身上带着腐朽的气息 与此同时宋长官和吴助理正在聊关于泰俊的事情 宋仲官知道国民最讨厌偷税的人 把泰俊弄成行贿受贿的人 必然会让自己受益 同时 扇英从自己的车里走出 李代表在后面叫住了他 扇英认为李代表以后会成为国会证人 他会颁布证人令 李代表却不屑一顾 还让他注意安全 扇英回到家中 发现门把手被弄坏了 泰俊看着崔检察官当选中央地检官的任命 以及宋长官发布的内部调查令 立刻意识到 因为没有一次性打倒对手 对方已经开始了反击 在下一章中 扇英的家被人闯入 并且被翻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 泰俊赶到了成真实的冲突现场 发现李代表在其中作梗 扇英也发现 安议员和自己的提案一模一样 思来想拒绝的只能是赵议员的问题 此时泰俊和扇英会合 决定集中先搞死李代表 但是泰俊的爸爸又出事了 而原职就在现场 泰俊爸爸到底怎么了呢 我们下期再揭晓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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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